一次損失了四五十万 四万四十多万 所以我们公安机关想 通过理案缩访 通过一些多发的 而且发生在我们小区内 或者发生在我们的业主朋友 可能你们的身上 或者是朋友身上的这些实际的案例 揭露这些犯罪的手法 使我们小区的平安 更上一层楼 使我们小区的业主们 减少被盗被害的 这种问题的发生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 专门在万科小区 来举办这场活动 那么我代表辽国公安分局 感谢我们万科的管理处 感谢我们万科的各位业主 长期以来对我们公安机关 跟我们这个辖区的派出所的 工作的支持 希望通过这场活动 提高我们业主朋友们的 制防的意识和能力 减少被害案件的发生 使我们万科小区 区内更加平安 使我们万科小区里面的业主 尽量能够不受到违法犯罪的侵害 最后我代表公安分局 祝我们万科小区更加平安 祝我们小区的业主 平安健康 谢谢大家 谢谢张局长为我们支持 为了丰富今天的活动 我们分级准备了一个精彩的小节目 那么现在我们迎来 欣赏我们第一个小饼节目 天上不会掉馅饼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你十二都能成啊 今天又是好日子 咋场 这么高兴干嘛去 跪奖去 中奖了 这次中的是豆油啊 还是卫生纸 那小奖我都懒得去对 我告诉你 我这次中的可是大奖 现金大奖 我跟你说了 我呀得赶紧对奖去了 爸 你怎么在这儿呀 我妈呢 你妈呀 她还不是跟那几个老哥老姐们 又去商量那什么 广场舞的心弄过去了吗 那今晚谁做饭呀 闺女 今晚呢咱们不做饭了 爸带你去吃大饭去 爸 您没事吧 闺女 我告诉你 爸呀 中奖了 您中的是洗粉呢 还是卫生纸呢 是不是上给小区门口抽的奖吧 早跟你老的贫嘴 我这次中的中国人寿的三万块现金大奖 不会吧爸 这样的好事让您碰上啊 那是签子吧 你就不能盼着你爸好点儿啊 你看这短信都发到我电话上 你自己看啊 尊敬的中国人寿老婆赵先生 恭喜你获得了中国人寿感恩回馈三万现金大奖 现在请去缴纳手续费和个人所得税三千块几个获得大奖 爸 天地下没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再说了 就算有 也让您碰上啊 怎么就没有呢 你看 咱们小区里面那个 哦 何大爷 之前不就中了五千块钱吗 还跟我炫耀了那半年 那也是我中了三万块 我 我肯定要给他需要个 两年不可 人家那是活动现场抠的 能跟你讲吗 再说了 您想哪有些叫钱的呀 高市中间有什么同样的 爸 来来来 你在拍摄老 这种大金额受妇是要交个人 扫这个二位吧 对的 大奖月圈 最后一个啊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二位嘛 爸 这一个 这这个 这这个 你就不能盼着我好点啊 啊 你说 我都买了这么多年的保险了 就中一次讲怎么就是讲的了 爸 就凭一条短信 这个年费三千块啊 骗子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啊 他怎么知道我有没有买保险 再说了 有蛇才有能力 小丫头骗子你懂事 爸 我觉得 这就是骗子 这边有离品费怪 我得的这些钱 最后还不都是用给你让开 我不让 一下就爆完了 好 我不让 你让我不让开 我不让开 哎 对对对 您这家庭暴力都搞到外面来了 呦 黄警官 你来的正好 快劝劝我爸爸 怎么了这是 他因为一条短信 就中了三万块钱 不要给别人会少许会 快劝劝他吧 豆油鸡蛋我都能中 现在中了三万块 就非得是假的是吧 你这是 他是小便宜 得是大块 赵叔叔 你们先别讨 那个 您让我看一下条短信 黄警官你看 这短信上写得清清楚楚 我中了三万块 就是这条 假的 假的 我说了吧 这种骗子我们见多了 赵叔叔 中国人受的客服号码是9519 没错吧 没错呀 但是 您忽略了 这后面还有一个 十一位数的手机号码 是 也就是这个号码给您发的短信 像保险公司 银行 还有什么移动公司 只要是正规的机构 他们都会有专属的客服号码 是不会用个人的号码给您发短信的 那要是员工给我发的短信 那更加不可能了 只要是正规的机构 就有正规的管理制度 他们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再说了 你那个什么手续费啊 个人组的税 这些的 他们都是直接 从奖金里面扣除之后 再把奖金发放给您 根本就不会让您 先缴钱 再拿奖金 那 那骗子是怎么知道 我的手机号码的 哎呀 我今天啊 就是为这帅来的 你看我手上还有权料呢 来 您一分 您也有 这上面写着啊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对个人信息的整理 收集和传输 变得越来越容易 网上购物 聊天 发邮件 打印 复印材料等 会不经意的出卖自己的 姓名 身份证号 电话 住址等个人信息 这些个人信息一旦被泄露 可能就会被诈骗分子听上 并造成严重的损失 您呀 信许就是去参加什么购物抽奖活动的时候 把电话泄露了 其实呢 这些号码呢 是骗子触发的 不止您一个人收到 他们这个叫做 江泰公钓鱼 院者上工 就等人种上去 那 那黄警官 怎样才能避免不受损失呢 这后面还有呢 看 这里下面写着啊 第一条 注意避免个人资料的外泄 对不熟悉的金融业务 尽量不在ATM机上操作 并到柜面上直接办理 切勿相信银行账户涉及犯罪等谎言 第二 二 不要轻信过生电话和短信 当接到一次账面电话或短信时 要注意核实对方身份 尤其是对方要求向指定账户汇款时 不要轻易汇款 应在第一时间告知家属商量解决 或咨询公安机关 公安部门不可能提供安全账户 更不会知道您转账 设密码 三 接到陌生电话时 短信或不良信息时 要主动向属地公安机关 或电信监管部门举报 另外啊 公安机关网案部门特别提醒 有八种行为急易造成个人资料的外泄 我觉得呀 我们有必要都去了解一下 好 黄警官啊 今天真的是谢谢您 要不是您 我这三万块 可这三千块 就都没有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还有最壮的一点 啥呀 肩上不会掉馅饼的 你这 哎